美国海军士兵向中国出卖军事情报 高级官员公布细节 美国之音 美国司法部星期四 8月3日宣布了两名美国海军士兵 应向中国出卖军事情报而被捕的细节 司法部的新闻稿说 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和中部地区的两起不同案件中 两名美国海军军人 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传输敏感军事信息而被捕 这些人被指控违反了他们 为保护美国所做的承诺 为了中国政府的利益 背叛了公众的信任 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马修 G.R.S. Matthew G. Olson说 司法部将继续使用我们武器库中的每一项工具 来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 并恶阻那些帮助他们违反我们的法律 和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人 联邦调查局FBI反间谍部门的助理局长苏珊娜 特纳Suzanne Turner则表示 北京为了获取可能严重危害 美国国家安全的敏感军事信息 而对入伍美国军队的人员进行了破坏和渗透 他说 联邦调查局和我们的合作伙伴 对打击间谍活动的决心保持警惕 并鼓励过去和现在的政府官员报告 与疑似外国情报官员的任何可疑的互动 根据司法部公布的新闻稿 美国海军水手魏金钞英译 Gincher Way 又名帕特里克 为Patrick Way 于星期三8月2日因间谍指控而被捕 当时他刚刚抵达太平洋舰队母港圣地亚哥海军基地去工作 他因立谋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情报官员 发送国防信息而被起诉 周四上午刚刚公布的起诉书说 卫士驻扎在圣地亚哥海军基地的 美国埃塞克斯号USSSX两栖攻击舰上的现役水手 作为机械师助理 为持有美国政府的安全许可 并且能接触到有关该军舰的武器 推进和海水弹化系统等敏感国防信息 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类似于小型的航母 作为美国海军两栖战备和远征打击能力的基石 保障美军能够投射军力和维持存在 根据起诉书 2022年2月 Way开始与一名中国的情报官员沟通 该官员要求Way提供有关美国埃塞克斯号和其他海军舰艇的信息 这名中国情报官员要求Way向他传递 有关美国海军舰艇及其系统的照片、视频和文件 两人约定通过删除之间的谈话记录和使用加密的通信方法来隐藏他们的通信 应这位中国情报官员的要求 从2022年3月至今 Way发送了埃塞克斯号的照片和视频 披露了各种海军舰艇的位置 并描述了埃塞克斯号的防御性武器 为了换取这些信息 中国情报官员向Way支付了数千美元 美国加州南区检察官兰迪格·罗斯曼·Randy Grossman说 我们赋予我们的军人巨大的责任和坚定的信念 我们国家的安全和保障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如果一名士兵或水手选择了金钱而不是国家 并以最终的背叛行为出卖国防信息 美国将坚决地努力调查和起诉 另外一名被指控向中国传递敏感军事信息的 美国海军军人是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公园 26岁的海军士官赵文衡 英译 文衡叫 又名托马斯 赵 Thomas 赵在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后被捕 指控他收受贿赂 将敏感的美国军事信息传递 给冒充海洋经济研究员的个人 但实际上 这个人是中国的情报官员 根据起诉书 赵在淮尼米港文图拉郡海军基地工作 并持有美国政府的安全许可 他收受了一名中国情报官员的贿赂 违反美国海军士官的公务规则 其中包括披露非公开的敏感美国军事信息 起诉书说 从2021年8月开始 持续到至少2023年5月 赵在中国情报官员的指示下 涉嫌违反保护敏感军事信息的规定 秘密记录 并将美国军事信息 照片和视频 传送给这名情报官员 根据起诉书 这名中国情报官员 自称是海洋经济研究人员 在搜集投资决策的信息 为了换取贿赂金 赵据称向中国军官发送了 美国在印太地区 大规模军事演习的 非公开核受控作战计划 其中详细说明了海军部队的调动 两期登陆 海上行动和后勤支持的具体地点和时间 起诉书指称 为了换取赵提供的敏感信息 中国情报官员向赵支付了大约1.4万美元 如果罪名成立 赵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司法部的新闻稿说 起诉书只是一项指控 所有被告在法庭上被证明有罪之前 均被推定为无罪